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Excel心靈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開心的東西 OK 就是 題目叫什麼好呢? 知己知彼,八戰八勝 我今天當然非常高興 是這個開心星期二 開心星期二 書法班 整頭髮 頭髮多漂亮,水潤 然後做奴隸 現在我多了星期四 就是去做Facial 我覺得 是很自己滋養自己 非常非常開心 而且最近 我們上個月 就真的是Record Salsa 我們就發現 我們的相聚 就是創了新的 收入的紀錄 就不計我們99會所 你明白什麼意思 還有 最近的Passive Income 都是非常旺盛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創造Passive Income 其實之前我們有說過 不要問我哪一集 因為我都找不回 因為四百多集都很難找 我要介紹鏡頭是平衡為止 而且很有趣的 每次我看到天使密碼 八八八的話 通常我知道 橫財就來了 昨天很開心 有個會員 送了二千元給我 支持我們台的發展 真的很開心 我問你是不是想做高級會員 真的很感恩 因為有三位朋友 加上昨天那位 已經做了我們高級會員 但其實高級會員是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都沒想 我覺得很神奇 他說不是 我不是想做什麼會員 他本身已經是會員 也不是我們做會 他真的想支持我們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非常非常感恩 因為其實錢 雖然二千元不是多 但也不是少 每一元都是有意義的 今天又收了一堆 一堆PASSIVE INCOME 四千多元 平時那些百多元 二百多元 三百多元 那些非常多 不是每天有 就是隔天有 三大斬 就有柴燒 開心事情一羅羅 大貓大師 和招財貓 就答應了和我們 起碼拍多兩集 錄多兩集 因為答應了很多 另外一個好笑的就是 Dr.Dill Dill 就是答應了 會再開台 會開節目 但他說想想說什麼 好 因為他又不想說回 之前那些 新暖男外郎日記 那些 其實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覺得 這個台有些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風格 是好的事 而且他說的那些 我又說不出 你知道他是斯文人 你今天誰說得出 然後呢 今晚很開心 早上完書法班 然後做完頭髮 做完爐底 又開了兩個 Coffee Meditation sorry 開了兩個 Coffee Buddy 的Meeting 是非常有果效的 我想呢 我今天和其中一個 Coffee Buddy 說 不如我拿我和你的對話 開了十幾次會 不知十次 起碼十次 不如我把我們開會的紀錄 用來變成一個workshop 因為每次我們開 起碼兩個小時會 兩個小時會 開十次之後 就是二十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 絕對是一個weekend workshop 然後 我也覺得 我也想把自己的心血 我其實有一個 trainer trainer的program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program 教你怎麼做導師 因為接下來的日子 第一 很多人會沒有份工 第二就是 因為身心靈會大往 現在也是 你聽到無數人 都變成了身心靈導師 然後 第三就是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 都是 50%的人 都會變成了老師 各式各樣的老師 但是 賺不賺到錢 就是另一件事 你成為了一個 一個身心靈導師 但是 你是不是賺到錢呢 就不一定 我有很多這些心得 還有一套系統 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個anyway 年底才講 因為 8月 8月有工作 9月有工作 然後 10月也休息一下 可能11月 然後10月 聖誕節就休息 OK 好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知己知己 八戰百勝 我不是說的 我以前很喜歡做這個 性格測試的 唉 我這個梳化 坐到我真的很不舒服 又凹了進去 OK 好 回到這裡 那麼 我做過九型人格的測試 我是屬於四兒子的悲情浪漫 然後 我做過一個叫 Emergenetics 我找到 我是一個 女性領袖 我是一個Visionary 即是好像 Steve Jobs 那樣 Visionary 同時 我也是一個 Execution很強的人 如果你把全世界的女人 排成一行 100個女人都OK 我就是第六個 最沙省 是 你只能說一件事給我聽 你的願景是什麼 我就可以觀賞到 整件事情是怎樣 而且 我也是很高分 在Execution 就是 我可以告訴你 你這件事可以怎樣做 怎樣做 所以引證到 其實我在 靈性的天分 靈性恩賜 我的靈性天賦 是Motivator 是一個 Motivator 是什麼呢 即是一個激勵者 OK 如果你一個夢想 你見到我 你跟我說的話 我可以很快跟你分析到 做到做不到 可以去到幾月 所以 我可以完全告訴你 你可以怎樣做 但我的藥項在哪裏呢 由這個Imagenetics 我就看到我的藥項是什麼 Organization 但我竟然以為 我自己最厲害的東西 是Organization 即是組織 其實不是組織 而是Strategy 和規劃 所以上個星期六 我們那個 兩周年 是我搞到 暖七八糟的 就是因為我是那個Organizer 其實我是一個 Very BadOrganizer 但是我也有很多導師找我合作 找我做他們的那個 代理 其實 我又做得很辛苦 我又做得 不知道很多人找我做Promoter 其實我是一個 這個牽涉到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 Wealth Dynamics Wealth Dynamics 叫做智庫 智庫動力 OK 中文也做智庫動力 我是Star來的 Star 其實我是需要一個寶母去照顧我的 但是反過來 我現在經常照顧導師 然後經常去幫他們提這件事 提那件事 其實那個完全不是我強項 但是我又做到 就是我開到班 有很多 因為我是Star 所以 為什麼我覺得做性格測試 是這麼重要呢 就是 其實沒有人完全了解自己的 譬如好像我這樣 我都五十多 下個月生日 我已經 五十七了 然後 我覺得我自己已經是這麼 譬如我見過自己的朋友 我的共修 學生 或者我自己的家人 各樣 我覺得我自己已經是幾 非常之了解自己 當然 我在這裡寫 寫 你看我上過這麼多課 去做過這麼多測試 去上過這麼多web shop seminar 花了一百幾十萬 都做不了解自己 就死了 對不對 原來Human Design 我是做Human Design 有一件事很棒的 就是Harrison Assessment OK 為了避免 你們又問我 是什麼來 OK 那我就 就找了 是這樣 Harrison Assessment 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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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ssment 就是評估 Harrison Assessment 是一樣很棒的 我曾幾何時 在某一集講過 Again 四百多集 誰記得是哪集呢 為什麼是這麼棒 以前我們做Harrison Assessment 是說 20年前左右 他正在什麼呢 就是 他的結構很精密 譬如說 如果你喜歡看這個星座 他就說 如果你是巨蟹座的話 今個星期會怎樣 你是白羊座的話 今個星期會怎樣 你是什麼座的話 會怎樣 Oh come on 難道你將全人類65億 或者 多少十億的人 難道他只是分成12種嗎 不可能 難道整個宇宙只有12種命運嗎 當然不是 有多少種命運 如果有六十五億或者七十億人 人口果 就是七十億種命運 對不對 所以很多這些評估是不準確的 譬如九營人格 有些人是很明顯的 譬如八仔很明顯 三仔很明顯 一仔很明顯 四仔很明顯 但是有些營價是很明顯的 269不是很明顯的 有些號碼不是很明顯的 有些號碼不是很明顯 有些人是 你找個號碼 就已經是一個靈性的旅程 一個靈性的旅程 OK 但Harrison的評估是怎樣的呢 譬如這樣 一般的評估 他會問你 OK 在四種生果裏 請你選擇最喜歡的那種 譬如 他有A 蘋果 B 橙 C 菠蘿 D 香蕉 這樣 但其實你四樣都不喜歡吃 譬如我 我就是這麼巧四樣都不喜歡吃 我喜歡吃這個 譬如 例如 例如 蝦麥瓜 或者西瓜 或者橙 等等 那我就沒得回答 但他又要強行回答 那你就隨便吧 香蕉吧 但其實你不喜歡香蕉 Harrison的評估不是 他是這樣的 他給七個答案 七個答案 他就這樣問 以下七個答案 請你排次序 OK 例如 譬如 星期日 你最喜歡的活動是什麼呢 譬如 C 舉例 A 看電影 B 游泳 C 跟朋友吃飯 D 在家裡畫畫 E 去打牌 ABCDE F 去打球 ABCDE FG G就是 Let's say 在家裡煮食 OK Let's say 這樣 可能有機會 你七樣都不喜歡 譬如 我只喜歡 跟貓玩而已 但他沒有這項 對吧 他沒有問到你 這七個答案裡面 哪一樣你最喜歡 他叫你排次序 那你就排 譬如 我最喜歡 第一就是看電影 第二 B就是 游泳 C就是 煮食 D就是 Let's say 即冷衣 E 找朋友喝茶 吹水 ABCDE SG F就是 Let's say 很精準 然後我當年出來的報告就是 如果你是70分或以上的 譬如70分至80分的話 你需要讀一個 Degree 或者你需要 即是 你做完那個Report出來的 他有很多行業 有200行 200個行業 OK 如果是70分或以下的話 你需要讀一個Degree 或者Diploma 你才可以去做 OK 80分或以80分至90分的話 你可能只需要讀一張Cert 讀一個短期的Short course 你就已經可以做到這一行業了 90分以上 就不用讀書 或者你 即是你讀好小書 你就已經可以做得很成功 OK 我90分以上 是有20行的 包括什麼 修理設計 Widget是真的 我是懂得做修理設計 不知道為什麼 我懂得做修理設計 總之又懂 然後我有四行 是跟醫有關的 那我就沒有做到任何一行 治療法 或者是苦科 都沒有做到 反而我做了網台主持 OK 然後是有 一範最高分是哪一範呢 最高分那項 我竟然是有 不知94分 96分的 如果你有94分 96分的話 就完全不用讀書的了 就是什麼呢 No.1 最高分那項就是 Commentator Critique and Columnist OK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現場評論員 或者評論員 Critique 就是 Critique 都是評論員 但是Critique 是一個更加專業的 就是去 不是批評的 怎麼說呢 就是 你是負責給分 負責去 譬如說選美 譬如說是一些畫 或者是一些 烹飪的主食 都是一些評論那方面的東西 然後第三樣就是什麼呢 Columnist Columnist 就是專欄作家 我寫東西 是不用起稿的 是不用起稿 又不用改了 我一坐下 就坐下 就打的了 這個叫做 Natural Writer 就是說我是天生 就是一個作家 OK 好了 為什麼要說這些 OK 就是因為呢 很有趣的 其實我呢 從小到大呢 如果你不懂得 就是你不知自己有多好 又不知自己有多壞的話 那就是逆招咯 eating banana 是不是 比如說我其實不知道 原來我的organization 是這麼差 因為我家是很整齊 然後然後呢 我是 但我事實上 我再想深一層 都不是 我家是整齊 但是其實我那張桌 某個角落是很亂的 那些東西是堆積如山 是那些文件東西 OK 然後是 我要organize我的life 我是用很多力量的 我是記得打坐媽 就不記得浸腳 就是晚上要浸腳 就是等火去 因為全身不夠睡 很多火 記得吃維他命丸 就不記得喝纖維水 記得喝纖維水媽 就做不到要早睡 做到早睡的話 游不到水 游到水做不到這個打坐 我是要用很多時間 來照顧我自己 其實我真的需要一個工人 去take care我 或者一個保母 去take care我 工作方面 所以為什麼我想 為什麼我這麼fustrated 為什麼我這麼不開心 這麼沮喪呢 就是因為我的工種 是做錯了 因為我經常都以為自己 organization 很厲害 原來我organization 只有六分 什麼叫六分呢 如果你有做過這個 emogenetics 的話 emogenetics 是關於腦 它將腦分四區 就是紅區、綠區、黃區、藍區 然後 然後 如果你低過23分的話 你的區就是不夠分的 什麼叫做 那你說 24分是怎樣 24分和23分是一個交界 OK 那你不要以為 24分和23分差一分 差多遠 不是 在他的角度來說 23分和24分是差很遠的 你23分就是不合格 那我呢 紅區是僅僅合格 紅區是什麼呢 就是你考慮人的感覺 會顧慮人的感覺 那我就勉強合格 但是另外那兩區呢 我是90多分的 總之很高分 但是organization 你猜我幾分 六分 六分 六分是什麼意思 是絕對不合格 完全不合格 所以是 上個星期六 這個Party是搞到一鍋抱 幸好就是 整體效果是好的 大家開心 但是很多細緻的事 是亂七八糟 OK 好了 去到 好 我想說這件事 就是 我不是說我最高分的兩樣 一個是commentator 一個就是critique 都是關於評論 陳幾何時 在很長的日子 說的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日子 OK 我是經常被我的朋友 師長 家人 是說我是太過 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走去上一些課 上了一個中醫課 後來做了一個評估 那評估的結果是什麼呢 他第一句就是 他不知道摸我的身 還是我的腰骨 他就說 我的天父就是去批評人 我的天父 不是 past time 我的消遣 就是去批評人 但他當時說得很負面 他當時說法就是 他說我對人很苛刻 然後跟著就是 個人很judgmental 就是很批評性 或者是很刁難 那我當時覺得 是嗎 我又不覺得 我真的完全不覺得 說真的我是不覺得 因為我覺得自己有 point OK 好了 如果你明白這件事的話 因為我最高分的兩件事 就是commentator 和critique 這兩件事都是評論 Either現場評論員 或者是這個評論員 OK 這樣 然後 我是真是一個很professional 很專業的評論員 來的 第一我上很多課 還有我去評論一件事 或者一個人 或者一個 situation 一個境況的話 我是很多point 去講這件事的 好了 以至到 我有一個很強的準則 就是我知道 我的工作 譬如我做一個訪問 我知道嘉賓說的 哪件事可以討好人 哪些討好不到 OK 哪些是一個好的題目 哪些含金量高 哪些含金量低 哪些是趕一下 哪些是不趕一下 我是很clear 我沒有受過訓練 OK 所以 但是有很長的時間 我就覺得自己好 我很討厭自己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這麼個人 這麼critical 這麼critical 就是這麼挑剔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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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中文想不起來 這麼… 挑剔吧 總之 然後那些人也是這樣說 到我後來 我才發現 到我做了這個 Harrison Assessment 你先說 我和Harrison Assessment 是沒有合作關係的 OK 我只是N年前 20年前 做了一個這樣的 性格 性格的測試 OK 然後 那個時候 我是在做… 那個年代 我是在做賣地的 OK 然後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 我90分以上 是沒有一份 跟銷售有關 即是說什麼呢 其實 我不是做銷售的人 那你可能 喂 不是啊 你世界上的銷售 你世界上的銷售 你會是… 做銷售 不是你最厲害的東西 那就是說 我有東西 比做世界上的銷售 你明不明白啊 而critique 評論員就是 It's the one thing 就是我真的最厲害的人 然後 這些這樣的測試 譬如說 DISC Human Design Human Design 講的是我是神婆 所以我綜合了 那麼多所有的報告 之後 我就發現 我是完全 Totally on the right track 我現在是 完全是走一條正路 是對我自己的 例如是Numerology Numerology 我是五分的 是五號來的 我是什麼 Teacher 是一個導師 是一個老師 然後是 我很怕 一些東西 我喜歡一些東西變 我喜歡一些東西變來變去 是不是變態的 如果是九人人格的六仔 就會想死 如果六仔娶了我 這樣的老婆 就會 神經病的 這個老婆 這個女朋友神經病的 經常都 那麼容易悶的 所以我會很多東西是… 我想旁邊的人會覺得 我做一些東西是… 為何要這麼難 為何你不可以 為何你不可以 因為我本身 我們的性格就是這樣 很喜歡變 很喜歡接受挑戰 這樣 現在年紀大了一點 大了一點 我都覺得 不要再變這麼多了 我也想一些東西是… 所以我為何我經常 創造這個 被動收入 就是 等些錢來 等些錢來 因為有一天我都會老 有一天我都會累 是不是 Hopfully 就是… 十年後、二十年後、三十年後 是不是 這樣 然後… So… 我會提議大家做多些性格測試的 無論是Human Design 無論是Harrison Assessment 這裡只是一個部分 當然以前還有一些… Chinese Sodiac 譬如說我的新肖屬套 是六三年 新肖屬套是Year birth year 即是出生的年 那你只有出生的Hour 有birth Hour 即是說 我們外在的動物 我是屬套 但我的好巧就是 我內在的動物 我出生的Hour 都是屬套 那這個不說那麼多了 那就免得大家知道我 那些時辰八字 那接著就是 所以我很統一 其實我真正的 我對錢是沒有興趣的 其實我真的被迫出來 因為我要交租 我又沒有樓 又沒有人養我 我賺錢的動力 完全是我迫出來 因為我要交租 我有兩隻兒子我要養 養到兩個肥肥爸爸 整隻大肥雞 到有一天 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小B 貢獻一隻腳過來 他現在鼠起耳朵 因為他聽到我 我叫他的名字 臭小子 那所以 我見很多人 可以說是走錯路 我自己也走錯路 就算做到最近 我也是走錯路 就是 為何我會把 為何我會把整件事 為何我會把整件事 今天和Sami吃午餐 Sami說 其實為何你不找我做呢 我說 不好意思 和Sami都很忙 但其實是多餘的 我應該找一個 譬如他做這些事很厲害的 我是 organization 其實我是不厲害 我經常以為自己很厲害 所以搞到一些事 一鍋抱 其實我是屬於 譬如Steve Jobs那類 就是 我見到一個遠景 我要做到700萬個會員 然後跟著 我知道這件事 一定做到 然後跟著 但是其實 去organize這件事的 不是我 execute都不是我 但是我可以set到一個plan 怎樣做 但是不會是我做的 因為我根本就做不到 不可以 但是我一直以來是甚麼呢 就是 我是做那個 第一 很容易累 你知道兔仔腳很短的 兔仔是可以 一發就很快 但是很快 兔仔跑不到長途的 是不是 那你不要以為開玩笑 你是哪一個生肖 OK 你是哪一個 還要我是內外animal 都是屬兔 那你有甚麼戰鬥力 所以我們一定是吃老的 不是吃力的 這樣 哈哈 OK好 講這裏短短的 這樣 這樣 所以 做多些這些測試 因為 我發覺做一個是不夠的 然後 然後越是做得多 Wolf Dynamics 16型人格 4型人格 4型人格 我們下個星期就有這個 零性 不是 磁場數字學 這樣 這樣 這個是很幫助大家認識自己是誰的 OK 而今個星期六呢 就會有這個 Peter的水晶細胞 標 水冰 水晶細胞標記療餘法 第二班 這樣 這個關於療餘 然後Jack Mac 那個是關於性格學 這樣 我真的覺得有知己知彼百姓 百姓 我覺得已經是我很幸運 因為我做了很多 我很喜歡做這些 測試 紫微斗數 甚至乎以前 就是賺錢和賺錢 這樣 哈哈 這樣 OK 好 說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訂閱 按鐘仔 看廣告多我一分鐘 分享你的意見 分享連結給朋友 以及正式成為我們 正式的相聚會員 這樣 成為正式的相聚會員 是非常之有趣的 很多好片 我們有八百多條片給你選 這樣 接下來7月11號 我們又開Party了 這次是我生日 其實不是因為我生日 想大家和我慶祝 送禮物給我 不是 因為我家實在太多 其實我基本上 我講了 每五年才做一次生日 上一次是55歲 去年我都沒有什麼慶祝 有沒有呢 沒有什麼的應該 然後今年 我又不是想慶祝 但是 因為疫症那麼久 大家都悶到鬧臭 我想跟大家做一個 我改了個名字 我剛才有改了個名字 名字叫什麼呢 其實是不創作的 本來是想叫 Love, Life and Light 的這個 Birthday Celebration 不是 現在我改了這個 Easter, Eat, Play, Love, Birthday Party 就是Julie Robert的電影 我們就不祈禱 我們就不祈禱 但我們就玩 吃東西, Play and Love 我們就做一些 這次就不會Rara Party 就不會說 又要買東西吃 很簡單 我們就圍一個大圈 我想圍一個大圈 可能坐了四十人吧 我的目標是收五十人 五十人或者六十人 然後就圍大圈 希望圍堵大圈 然後跟著就 盡數心忠情 大家聊聊天 就是一個網聚 沒有抽獎 這次 我不用那麼辛苦 吃東西的方面 我們會叫Green Common 或者素食的一些 到會 但這次我就不什麼人都收了 我會收回 主要是讀書會的共收 以往我們曾經很熟的共收 以及五星和四星級的會員 四星和五星級 你明白嗎 這樣 所以大家都不用報名了 如果你剛剛加入了 這次就不用報名了 留下一次 可能我們九月再開Party 或者十月再開Party 才跟大家說 OK 一於這樣說 好,講到這裡 拜拜